我們大概就是講兩個吧 所以你們可以再試試看 後面的話呢 我如果假設還要再產生這一個這一個這一個 那當然我要的結果並不是說 你用之前的想法 而是說請你用AI的方式 去產生這一個 跟這一個跟這一個 這四個公式 的答案 所以今天的作業 練習呢 基本上就是利用AI 所以開一扇窗 當然AI絕對不是只能做這些事 AI其實可以做很多事 但目前我們焦點 釋放在利用AI 產生Excel公式的這件事情上面 OK 這件事很了不起的啦 OK 你們可以找一下 網路上應該很少人在 談這件事情 怎麼做 我發現很多人都想做 但是不知道怎麼入門 也沒有人帶 所以今天我覺得你們是 一個很蠻長 蠻大 接下來的話呢 年級部分怎麼做 其實年級蠻簡單的 年級我剛剛偷懶一下 我直接怎麼樣 把上面的這一串文字 把它copy 然後貼下來之後的話呢 就改一下 比如說 一樣是B4的這個資料 對不對 然後呢 我要取出4這個字 把它輸出到第2 他給我的公式出現了 但是我剛剛試了一下 我發現 TRAGPD 好像有一些地方不太OK 他給我這麼長一串 OK 你會發現他得到什麼 不是年級 他卻得到這個 有點不OK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這是錯誤的 那怎麼辦 後來我同樣的問題 我再把它丟給 GEMINI 我發現GEMINI GEMINI這個 好像有 今天的表現好像有比較厲害一點點 但不是每一次都比較厲害 我發現伯仲之間 有的時候 他比較厲害 有的時候 另外一個比較厲害 所以我現在的 用法怎麼樣 反正我兩邊都是嘛 那我看哪一個比較正確 我用哪一個 其實打得蠻好的 那你說AI會不會進步 絕對會進步 他現在的錯誤以後會修正 也就是說 他有深度學習的功能 所以你越用他越用越多的話 你會發現 他會越來越聰明 那很可怕 以後對AI 現在就已經很聰明了 以後更聰明的話 那不得了 以後 恐怕每個人都比他笨 那以後怎麼辦 AI都比你聰明 腦袋都比你好 那怎麼辦 以後AI是不是可以自己 可以做很多事 AI可不可以自己寫工資 可以 可不可以自己寫程式 可以 以後很多事情的話 真的會容易被取代 但問題很多原創性的東西 沒辦法被取代 不過我在想 未來很難 很難想像 到底未來 20年30年之後的 AI時代會是怎麼樣 我想這個也是還蠻值得 你可以去 自己 去想像吧 也許可以寫個小說吧 AI世界的 這個 小說 情節 但沒有人知道 可是會是怎麼樣的 也許你可以自己去想像吧 那所以做出來的結果 這個是 GEMINITE做出來的 複製一下 看一下結果對不對 那我把它貼一下 剛剛那個 QRGBT 做錯了 那沒關係 我換一下 換這個 GEMINITE 他對嗎 他得到能源級 他也不對 所以兩個都不對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的話 兩個還都不可靠 所以還是要靠自己 還是要靠自己 然後修正一下 所以 他找的是錢瓜糊 錢瓜糊加1 加1就是這個嘛 那不是加1 應該是加2 加3 加4吧 我看 有沒有 錢瓜糊嘛 一個 兩個 這個空白 三個 四個 所以應該是 加1 2 3 加3嗎 還是加4 加4 4吧 試試看好了 錯了再改就好了 加3看看 打勾 不對嘛 所以加4 所以如果實在是很難判斷沒關係 你就做兩次嘛 有了有沒有 所以 GEMINITE好像比較接近一點 但是兩個都錯 OK 所以剩下來的話 所以啦 目前 以我的使用心得 AI還是 沒有100%可靠 所以還好我又蠻可靠的 所以我可以自己把它修正 但未來他會更好 所以 也許啦 你們就是自己再再看一下 不要說完全 完全相信他 因為我發現AI有些時候不會他也會吹牛 他會假裝自己很厲害 真的 你看AI AI有的時候他不會喔 所以有的時候他如果不會的話 你還跟他講說 豆點尾巴還跟他講說 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就說你不會 OK 送出 他最後得到是不會 OK他直接告訴你不會 OK那沒關係你不會就不會嘛 你不要假裝懂嘛 OK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改一下 這個你自己改一下 向下填滿 就OK了 那當然不是只能找前刮弧啦 你可以找後刮弧 我們好像公式表還是後刮弧加2吧 OK 這邊是前刮弧加4 道理不一樣 那道理一樣嘛 轉個彎而已嘛 其實有什麼不一樣 反正公式就是可以得到最正確的結果就對了 那其他這個 學碩士這一欄位我就不做了 然後 甲乙斑這個我不做了 你們自己再玩玩看 看看有沒有辦法 讓他變出 我要的這個正確公式 但是他也許跟我剛剛做的那個公式不一樣 不過沒關係 反正結果是對的就好了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好